5月6日,赵紫棋前央视,主持赵紫棋,在个人社交平台,晒出了一组女儿在家里玩耍的照片。 照片中的两个小女孩穿着白色小皮鞋,分别穿着黑色和白色连衣裙,在草地上打闹兮兮,活泼可爱,宛如两只小蝴蝶。 大女儿小火星虽然只有八岁,但举手头足尖,依然有妈妈赵紫棋温暖美丽的影子,随意摆出的几个poops更是十足的模特儿吧,让不少网友在评论区表示。 两个孩子气质太好,还调侃成要偷小孩。 翻看赵紫棋的动态发现,她不仅经常看两个宝贝女儿的照片,而且非常喜欢和本次分享自己的日常。 4月23日,赵紫棋还曾分享一组两个女儿,在自己院子里骑单车的照片。 从照片中可以看到,两个女儿骑之一红一红两颗小车,照着房子外围转圈,旁边还种着许多绿色的竹子。 虽然网友只能亏见一鱼,再不难想象这个院子的面积之大,而且从赵紫棋之前晒出的洞。 台中也可以发现,她的家坐落于北京一处寸吐寸京的四合院聚集地,周围的墙面,也都是用别式的砖码堆积起来的,古色古香。 因此,有不少网友留言表示,赵紫棋是货真价实的贵妃,拍摄两个女儿是公主,调侃他们家的后花园,像极了在电视剧里看到的皇宫场景。 但也有网友吐槽赵紫棋,是在变相炫富,把自己家装修成了故宫。 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的赵紫棋在小期间就被冠与财女的称号,到二十就进入央室担任生活栏目的主持人,其出色的主持才能与应变能力为许多观众,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 毕业后,赵紫棋毫无悬念地进了央室,并且是当年唯一一位正式入职央室的主持人,起点不可谓不高。 虽然后来赵紫棋离开了央室,这行作起了演员,但是极交好的容貌和啃吃苦的性格,同样让他在娱乐圈风生水起,拍了一部又一部经典的作品。 不得不说,优秀又有能力,的人在哪里都是尖子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